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联准会 哇这个真的是大动作了 这个明年降息三 这个点阵图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把今年的GDP也调高了 同时明年的GDP GDP下降到1.4 原本是1.5 代表联准会认为 明年的经济是比较偏弱 而且比先前预期的 还要偏弱一点 但鲍尔呢 开始转割了 而且这个转割的态度 非常的明显 鲍尔说什么 他说尽管联准会 不排除 再要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反正这个是老台词了 这个老台词只是在 我觉得只是在一个装潢而已 就是在 等于说还是要讲一讲 不讲不行 但是呢 他说呢 这个现在目前 这个联邦基金利率 已经达到了 或是接近峰值了 这句话就很歌嘛 同时呢 这个鲍尔说呢 联准会已经在讨论 降息的时间点 哇 那这个是超级歌了 这个 另外他又讲说 供给侧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就代表supply chain这个部分 已经回复到正常了 而且呢 他讲软着陆成为可能 暗示啊 这个是很明显的暗示啊 说明年即使是经济增长 也要降息 哇 为什么突然啊 在这次的一起会议啊 这个全面转割啊 我们赶快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王 这个先前鲍尔 都是一副非常阴 怎么会在这一次 就这么大的一个 180度的转变 才两周的时间 两周前他非常阴 因为这个 他要公布那个PCE嘛 就是这个个人消费支出 这个物价指数 下礼拜才要公布 那他等于先把预估值 秀出来 2024年2.4 那这个数字其实就是 虽不重一不原意啦 就接近他的一个核心的 所谓的要回到 2%的区间 那你看就是 本周稍早公布那个CPI 你核心的部分4.0 然后明目的部分3.1 其实这个数字 其实看起来也是受控的 就是说从2022年高峰 那时候超过8嘛 那现在降下来降甚多 还有一点就是 生产者物价 他就刚刚讲那个supply chain 生产者物价 其实掉的速度 那看起来比消费者物价 还要再快一点 消费者物价可能还粘着一点点 那生产者物价降得更是快 也就是呼应一下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说 明年经济的一个状况 你看 一个月之前 10年再起 对利益政策最敏感的10年再起 还有5% 那时候最高是5.04盘中 现在多少 我刚刚看一下3.94 等于就是说市场现在已经 我看市场评论 其实有人已经看明年降6次 每一次是降 等于就是 等于是0.25% 降6次 25BP意思是要降 1.25 又超越联总会的点证图 三码 等于就是市场又走在前面 等于就是是不是 代表这个5.04 降到3.94 这个速度又降得太快 市场一下又一步跳三步 再看 所以我猜测 但毕竟你怎么会 降的动作 昨天这样讲 是完全不是暗示的一些民事 那等于就是我现在就是年底前 我这个利益政策 其实我就是告诉你 我明年就是可能会降期 那等于就是 因为在债券市场来讲 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升息是升很缓的 但是你降的话是来的 比你想象中还要快 等于就是市场 等于一步做三步跳 现在在反映这种 政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 那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那我觉得最影响最大的 就是股股券 也就是十年再起 长绿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影响非常非常之大 好 现在市场是预期 明年降150个点吗 150个点就是 如果一次降25个点的话 就是降着一个六次 对不对 那六次的话 一年开始开会八次 等于说第一 一月份不降之外 是不是 三月不降之外 其他每一次议席会议都要降啊 就五月开始 每一次都要降啊 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预估啦 就市场的预估有时候 又比年总会点阵图 又乐观太多了 稍微太乐观了一些 你个人觉得呢 您觉得呢 我是觉得先用联总会的角度 看这个事吧 就是有可能会介于 有可能会介于联总会预估 和市场预估的中间值 非常有可能 四码或五码 对 这种几率是有可能的啦 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几乎大家去看 你去看那个利率期货 现在完全是反应 几乎是逼近满载的一个状态 等于下次 下次是明年的一季底三月份嘛 那次原本大家不看那次 不看完那次会降息 现在看起来那次降息的几率也有 那五月份降息几率更高 那如果是第三季 那减是百分之百降息 照市场这个六码的话 五月铁降的啊 因为五月就是六次会议刚刚好 一次降一码 一次 有可能一次降两码 如果他要一次 一次降两码 那就是经济出问题了 经济出问题 才一直降两码了 是 那 但你可以看他点阵图 他去估 就是经济增长 今年1.4 明年也播才1.8 并没有 并没有 这还是低于自然增长率 两个percent以下 还是有差别 换句话说 经济增长的火苗 没有很强劲 这部分他看的挺保守的 应该这样去讲 你话中有话 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是这个 大家要看那个数字 显现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可能 货币政策 明年不会像今年 这么极端气候 就是去年到今年 这个我们始终 投资环境处在 联准会的极端货币政策 的一个环境影响 影响之下 那明年的货币政策 会看起来是 好像感觉是比较可预期的 一个环境 所以或许明年来讲的话 今年这种双元化的配置 反映出在投资端 一个是股票 要不然就是赌股票 另外一点去放 money market fund 因为money market fund 你的现金就有5%以上的回报 你胆子小 不愿意承担风险可以放现金 money market 要不然就去赌股 承担股 那明年的话 或许 这种收益概念的东西 可能会浮上台面 因为利率降太快了 一方面你资金成本大降没有错 但同一个时间 你这个benchmark 这个无风险利率 是不是降太快 大家去找吸收 找吸收的话 trader是掉得非常非常快 一下就不见了 那可能你要找信用债 你要找公司债 或者是你要找股息 你变成是大家要被逼着去找 各式各类的一个吸收 要去填补这个市场 这么大的吸收需求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 颇大的依序 这个就在发生在最近这几天 对 因为它这个转变 有点怪的地方是 联准会预估明年的核心PC 从9月的预估2.6 降到2.4 对不对 它降0.2个百分点 但问题是 即使是2.4 也达不到目标区的2% 然后2025年的核心PC 也是在2.2 2026年才会降到2% 那在2026年 才会达到目标区的情况之下 那就降息 那他不怕这个通膨死灰复燃吗 这个其实 有点自打嘴巴 我觉得联准会这一次 尤其是鲍威尔态度的改变 非常的诡异 我觉得 当然了 他送歌放歌 这个是事实 因为他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也已经造成市场资金的一个挪移 就有人说 包括要很政治 明年因为要选举 对啊 明年 明年是美国大决 看起来川普 看起来卷土重来的几率是有的 等于就是 他这个 与其明年说更政治 今年先做 明年的话 把它保守一点 因为他已经set tone 他已经把这个论调先定好 明年是选举 你把它少说话 多做事 相对来讲 要维持一点中立的一个立场 是这样子的 那看起来美国经济 如果当年 就选举当年度 或是前一年 经济状况 比较不理想的时候 现任总统 其实是压力 连任压力是颇大的 那当年度 如果经济重衰的话 压力更大 通常来讲的话 经济不好 或者说股市重挫的时候 一个是股市嘛 一个就是经济状况 那经济状况 直接反映在人民的 那个痛苦指数上面 这会直接影响 那个民主党的一个 选票 那我猜测这个部分 可能有某种程度 揣测了某种程度 的一个连结在里面 对 因为华尔街 就有一个猜测 跟您刚刚说的是一样 就是说把后年的降息 提倒到明年了 你这种降息幅度 已经不能算是 预防性的一个降息 预防衰退的降息 因为你这样 他是 对啦 因为把前后一年的 那个降息 挪到前年来嘛 你要是奶奶去看 其实没有真假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听众没有你知道吗 同一天 老拜被这个 共和党 正式 在国会 提出弹劾案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 这一次FMC会议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鲍威尔 这个会后的谈话 另外一个就是点证图 那这个点证图 2023年年底 就今年年底的 非方瑞 是5.4 这个是点证图的中位数的 一个利率的预测 这个叫9月的5.6 下调了20个基点 那2024年是4.6 叫9月的5.1 下调了50个基点 2025年是3.6 叫9月的3.9 也下调了30个基点 那2026年 跟之后的非方瑞 维持9月的预测 分别是2.9跟2.5 这个是点证图 点证图给出的一个利率方向 就明年要降息3 75个基点 但市场都已经认定说 明年联准会要降起150个基点 Double 这个要降6 那6 因为一年8次会议 等于说1月跟3月不降之外 从5月开始一路降到年底 就我们刚刚谈论的 那刚刚 邓副总是讲说 这个市场过度乐观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从 最近这几个月了 华尔街就一直压着联准会打 打到现在 看起来华尔街是真的赢了 华尔街是真的占上风了 这个利率决议出来之后 哇 市场滑蓝 因为这个 鲍尔整个就是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哇 这个变得实在太快了 连这个联准会传声筒 那个 那个 Timers这个记者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讲说 他都 他都觉得 他都觉得不可自信的 怎么两个礼拜 变得这么大的一个情况 好像说他都不认识鲍威尔 不认识鲍尔这个人了 鲍尔在两个礼拜前 还讲说 一定要 不排除再升息 一大堆鹰派的这个谈话 结果呢 在这个最新的 这个会后记者会呢 一副温馴的鸽子的 不能再鸽的一个情况 那这中间的一个大转折 到底是什么 那你说这个通膨 有降得很低吗 没有啊 核心CPI还在4% 对不对 CPI虽然降到3.1 但核心还在4% PC还在这个3.5 核心PC还在3.5 这个离目标区的2% 还有一大路啊 一大段路啊 所以这个就我刚跟 都不能再讨论了 我就觉得 这个鲍威尔很政治啊 因为 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 共和党通过了表决 对拜登提出 正式弹劾调查 调查什么呢 他调查拜登 他是不是利用总统职权 从他儿子 跟其他家族成员的 国外商业交易中 获得不方的利益 不法的利益 哇 这个是一个 重大的美国政坛的变数 所以这两件事情 夹杂在一起 不免令人联想 我们继续来请教 红利投信 投资 崔瑞伯 邓神明 邓副总 邓副总 这个不管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啦 那既然联总会 入境已经定了嘛 定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嘛 那现在投资的策略 我们该怎么拟定呢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 其实你可以看到 反应的速度非常快 10年赛已经在4以下 那4以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已经把所有的技术支撑跌破了 那但是4以下 这种4.14以下这种跌法 我觉得跌势过快 跌势过快 那有可能就是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 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会跌升啊 跌升会弹啊 会弹上去 我觉得会反弹 你可以看相对反应的就是 股市开party嘛 然后还有就是 债券的常债的部分也开趴 那短债其实利率 没有像常债跌了那么重 但相对来讲 其实你可以看 那时候两个时间的那个利差 现在缩到大概30个bps 那之前一度拉开 那个时候 已经有到50个bps以上 现在 但是这不代表经济不会衰退啊 现在是等于是 两边都跌 看谁跌的速度快 利率敏感度高的 常债利率跌的速度更快 那这个速度跌跌过快 然后可能短期会反弹 只是说可能 呃先反映这个 等于政策的这个货币政策 包尔提的这个 政策的这个利多之后 接下来可能就是 因为他这样反映出来 但年底之前 现在当然是圣诞行情 肯定的 然后反映到甚至明年 开春年初的时候 可能还是在反映这个相关的利多 我觉得会投资在年底前 以及明年一月份 至少一月上半月 整个风险资产 可能还是笼罩在这个联总会 抛的利多 因为过去两年嘛 2022年大跌 还有2023年 每一次联总会 货币政策都是出来交搭冷水 那这一次不但没有交冷水 本来还 还还还给你一个强心增 所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相对来讲 风险资产 但问题是你们去看 就是说 道琼和标普来讲的话 现在是 等于就相对来讲4700点 但是前年的高点是4700 那这高峰还没有破 那我认为就是 或许就在 明年的高峰 有可能就是 第一季的1月份 这样如果 创历史新高 标普 1、2月之间就有机会创 对 就有机会创高 道琼已经创新高了 会相当相当快 道琼废半都创新高了 对 然后拔升速度 到那个地方 等于是相对来讲 拉到比较高的时候 水准之后 那接下来就会停看 相对来指数 要继续暴冲 大涨的可能性会 相对会低一些 因为已经先反映这个 红利了嘛 等于是货币政策的这个红利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大家也眼看到 就是说 你利益 不管怎么看 你是认为说货币政策 已经偏宽松了吗 那假设通膨 因为他有提到 他包里有提到 通膨预期 其实也是 看起来是下滑 那如果这样角度去看的话 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那可以预见 就是刚刚我前面一开始 节目节开始 我有讲 就是说 你一般政策利率水准 降到这么低 那接下来代表着说 你放在银行 你的息也大减 逼这些钱出来 要去找吸收的一个标的 什么标的能替代这种 你现金的吸收 高达5%以上 income driven 收益导向的东西 可能一下又会重出江湖 因为你这个利率降太快 太极端 也是另一种极端 逼着市场明年 要去找股息收入 或者是说信用债的收益 任何能够替代这种 比较高的一个 吸收需求标的 甚至多重资产的吸收收益 会被逼出江湖 要重出江湖了 这些东西等于就是说 你要去追求成长的部分 或者说 你用多重资产的吸收 去代替等等之类的 这个论述会重新出炉 最近有一档美股ETF爆红 就TMT 三倍做多美国国债ETF 大家拼了命了 拼了命了去拼嘛 对不对 以前是三倍做多QQQ 现在是三倍做多美国国债 TMT 市场现在真的是 玩到极致了 另外今天股市 全球股市只有一个地方 在哭哭 就日本 因为日元大升了 所以日本股市下跌 这个日元一只升 会不会是一个黑天鹅呢 日元升反映 日元相对美元升值 这个对日股当然是 一定都不利的 日并维持竞争力 这个日股比较有机会 但是日股今年起 也算是今年整年来讲 以开发国家提优生 但是最近相对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这样去看 每天在降息了新市场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新市场 新市场而不是日本 而不是这种核心的亚洲国家 或许 它相对来讲 这个回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些 这个回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行动 嗯 对 嗯 其实对于 这个回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这个回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你有什么事 就我更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